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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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次 我们参加日本的岗山会议 回到印尼 参加印尼多元文化中心的诺晨典礼 正好遇到伊斯兰他们举行一个过激会议 余会的代表来自四十八个国家 这是我们不期而遇射逢其会 那么我在大会里面做了简短的讲演 与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 我们也欢喜欢聚一堂结了殊胜的花园 印尼的气候跟新加坡完全相同 所以我就比照新加坡的夏天 带去的衣服带少了 没有带保暖的衣服 想到天气没有这个必要 没有想到住到这个旅馆里面 旅馆里面冷气太冷了 所以受了一点寒 五天的访问非常密集 也累了一点 所以回来之后休养这么多天 渐渐的才会复 今天跟大家见面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得到一个经验 旅馆的设施 四季异常都要带出 这个才是最安全的 饮食器具要特别注意 我们这次是有一点疏忽 反正人生在世间 天天天都在学习 从经验当中我们也学到许多东西 现在我们看这个经文 经文只是四句记 先简单地说一说 霍金四字和我这一句 史说佛讲经说法教化众生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一生的工作就是教学 除教学之外 他没有从事过任何的工作 这种事情 我们要很细心去体会 你看现在 十十十多多出家在家的大臣们 主持一个道场 道场 往往附带许许多多慈善的思义 社会福利的思义 这些东西要不要做 要做 佛讲也非常积极在做 可是释迦牟尼佛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信徒去做 交给再加弟子去做 你看看 过往大臣 长者 居士 他们去做 世尊所带领的这个僧团呢 天天在上课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记载 每天二十奖金 这奖金就上课嘛 二十我们一定要懂得 释迦牟尼佛在世 那个时候 印度人们 把一周夜的分作六十 周三十 夜三十 周三十 成为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这白天三十 晚上称为 初夜分 中夜分 后夜分 所以 他的那个夜时 周夜六十嘛 就是我们现在的 四个小时 啊 啊 我们现在把周夜分成二十四小时 啊 啊 四六二十四 啊 所以他的夜时 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 我们现在叫小时 为什么叫小时呢 比印度的时小 印度一时是我们四小时 四十 啊 比中国时辰也小 啊 啊 中国自古以来啊 把一周夜分为十二十啊 啊 按照子丑银毛成四五位 这么分 啊 啊 所以中国的时 比古印度的时啊 这个叫我们今天讲时差了啊 啊 我们比印度是小 印度一时是中国的二十 啊 啊 中国的一时呢 是现在人的二十 啊 所以我们称他为小时 啊 这个一定要懂得啊 啊 那么经上讲啊 世尊在世 每天二十讲经 就是现在的八小时 我们不能不服啊 不能不佩服啊 啊 世尊一生 从事于社会教学的工作 好老死啊 啊 那么说到敬业的精神 每一天教书上课八小时 在今天教育界里头 找不到啊 啊 尤其是高等学校 著名的教授 一个星期 大概上课六个小时 就很多 啊 一个星期上 三堂课 一堂课 两小时 啊 两小时一个学分 啊 有很多 明教授 一个 一个星期 只教两个学分 四个小时 释迦摩尼佛 每一天四个学分 八小时啊 从三十岁 事先成道 开始 啊 教学工作 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了 四十九年 不中断了 没有放假了 啊 啊 这样的敬业精神 你要说它是消极 那我再问一问 什么叫积极 啊 啊 要从这里细心就观察 你才真正认识佛教 认识释迦摩尼佛 了不起的一个教育家了 啊 那么在中国 主要知道孔老父子 啊 这是中国人承认的 我们民族的大教育家 啊 夫子 狗犹猎过 回到 自己 卢国 他的老家 那个时候 他老人家 六十八岁了 啊 管你 专心 著书 教书 教书 他老人家 七十三岁走的 所以 设计教学的时间是五年了 啊 啊 五年 这个教学的成就 啊 啊 父子自己 在世 也没想到 啊 啊 他能成为万事四标 局势人都尊敬他 啊 如果 如果当年 略过 祝侯 聘行 他去做宰相 我相信 他的成就啊 也不过是像周公 管众一样 哪有这么大的成就 啊 啊 这是 非常 值得 我们 评思 的 事出事件 最伟大的事业是什么 教训 释迦摩尼佛教了五十年 我们中国人 算十岁年头代五年 外国人是算实际的四十九年了 中国人讲的是五十年了 教学的时间是夫子的十倍 成就不可思议 啊 孔老夫子 弟子三千 精统六亿的七十二个人 啊 那么释迦摩尼佛的学生 啊 我们 概略的古迹啊 也是有几十万人 啊 听过他的 接受他的教诲 啊 真正有成就的 菩萨不算 神文弟子 经上常常讲的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啊 那就像孔夫子 会下的七十二仙人一样的啊 啊 夫子七十二个人 十五十五十一年 这第一句就叫四字吼 用这个比喻来显示 四字吼前面讲了很多了 不必再重复 威光罪属德 威是说他的威德 光是说他的智慧 那么这两个字 就是说明父子之德 这个师尊之德 师尊之治 最殊胜 最奇特 世间少有 教学的内容 无俗不保 超越时机 超越空间 这个我们在这个 今天特别是这一部 大方光复 花眼睛 炒一切世界 这个 是 就是指的时间 见呢 就是将的空间 有时候称为世界 界 也是将的空间 设防 三十 超越 那么佛教学的这个范围 太广大了 神通 神通 领悟 这首纪里头 主要是将神通 力 我们现在人讲 他的能力 在佛华里面讲 佛有十种特殊的能力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所以无等 没有人能跟佛陀相等 那么清梁 在诸节里面给我们说 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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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调 比 难调 调是调教 地藏经上书 也 浮体众生 刚强 难化了 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了 他不能接受我 佛险 佛有神通 神通这两个字的本意 我们要懂得 这两个字 我跟大家介绍 是先讲后面一个字 通 通就是通大明了 佛为什么能够 降服刚强难化的众生 佛知道他过去生 我们不知道 他过去生 是干什么的 是学什么的 过去生当中 还有过去生 佛知道他过去生中 深深深深 生活的环境 学习的环境 那就好交了 这个不在 佛家 道家常事 近代的美国人 这还不远 这还不远 距离我们 还不到一个时机 这个在西方 很著名啊 开析 一般人 称为他是大 语言家 那么他的资料 非常完整 在美国 他有一个图书馆 专门储存 他的资料 有一万四千多个案例 现在还有不少人 去研究他 凯西说 人 有轮回 那他肯定说的 有轮回 任何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 任何一个人 在一生当中啊 他决定没有 偶然发生的事情 决定没有说 无缘无故 发生的事情 任何一桩事情呢 都跟前世的因 有关系 跟来生的果 有关系 换一句话说 任何一个人的时候 你每一天 就是起心动念 你这个一切的感受啊 都与过去生 有关系 也影响到来生 这个就是 佛法里面讲的 三十因果啊 所以佛有这个能力 知道每一个人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他好叫啊 凯西给人治病 他有这个能力 知道人过去世 知道你前生 一世 两世 三世 那他没有佛 那么高明 佛能够 知道一切众生 无量 接浅着死 凯西还不行 凯西一般 我们看到 他这个报告 大概是 两三世 以前 所以人得病 得病那个病的因呢 有的时候 他不是这一生 过去生 所以他好治啊 他知道你的病 怎么发生的 遇到他 那病一定就治好 那比医生高明 医生只知道 你现前的状况 不知道你这个病 与过去生中有关系 这叫痛 所以这些人的痛 恒的 他痛是吃饭 树的 他痛过去 他痛未来 这种能力 那就是威光最舒特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佛在经上说 阿罗汉也痛了 但是阿罗汉 他痛的能力 只能够痛 过去五百世 未来五百世 过去五百世之前 阿罗汉就不知道了 那菩萨比阿罗汉 就厉害了 菩萨知道 但是要讲到 无量界 那菩萨就不知道 佛知道 所以佛能应付 刚强难化的众生 那我们要问了 佛既然有这个能力 应付刚强难化众生 现在这个社会 众生刚强难化 那佛为什么不来 佛不是不来 佛晓得 这些众生 什么时候 能接受 能接受佛菩萨的教会 现在佛菩萨来了 他还是不能接受 佛知道 十几英语 什么时候 他念头转了 佛就来了 念头不转的时候 不能来 来的时候 他又反抗 会把这个时间的时候 拉得更长 这个老四 真正叫高明 该来的时候 来 帮助你去 不该来的时候 不来 也是帮助你去 这个道理神了 那我们看看 这个六十九军 四十六页里面所说的 这就说的详细了 用这一段经文来解释 这个四句记 我们看到 这个十处 云荣恨的四十七 深入无数界 我们先说这首记 这首记 现代科学家 也发现了 佛经里面 讲时间的长短 不是一定 所以首先 我们要知道四十真相 佛在大臣经上讲的 大臣发相咒 入门的论点 不发明门论 这一部书是法相中的入门 你要学法相 你要学法相 首先 你要熟悉 这一般法 这个一般法呢 是把 四处世界 所有一切法呢 归纳为一般类 初学的人方便了 这一般类里面呢 又分为五套类 心法 心所有法 色法 心不相应心法 无违法 分这五大类 这五大类展开的 就是整个宇宙 还包括过去未来 在整个宇宙 一发文龙 那么时间 是北法里的一发 空间 也是水于一发 那么在 北法明门论里面 时间呢 它这个名词是时分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事情 空间呢 它讲的是方分 空间我们讲四方 四围啊 上下了 讲四方啊 这讲空间 方分 你看看这两大类 它排列在这个五大类里头 它属于哪一类 这大家都明了 它属于不相应心法 也是说 它跟心法 不相应 跟心俗法 也不相应 跟色法 也不相应 心心俗呢 我们现在 世间人家的精神 色法呢 这现在人家物质 它跟精神 跟物质 统统不相应 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现代科学人 叫做什么 抽象概念 根本就没有事实 是从抽象概念里面 发生的 这个时间跟空间 都是抽象概念 不是事实 但是这个东西 很不容易证实 科学发展到今天 这个事情 才透了一点点 讯息 去年 这个 昆斯兰大学 中波斯 到我这里来 做了一次 讲演 就是讲的 这个题目 他是从 网络上 收集 最新的 美国太空总署 发表的 报告 说时间 在某一种状况之下 等于零 等于零 等于就没有了 如果时间 要什么有了 过去跟未来 都在先前 换一句话是 你能看到过去 你也能看到未来 但是 他在某一种状况之下 这某一种状况 科学家现在 还找不到 在理论上 推断的时候 确实 是可能 空间 一否如是 空间 在某一种状况之下 也等于零 空间等于零 就是 未居力 我们现在 在澳洲 图文帕 我们说 北京的人 北京就在此地 未居力 这可不可思议 那么这风发墙 西方极乐世界在哪 西方极乐世界 就在此地 华藏世界在哪 也在此地 这万贵地狱在哪 也在此地 没有空间 没有距离 没有距离 没有先后 没有先后 是没有 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距离 是没有空间 它是从抽象概念里面 生的 抽象概念 用我们 我们再用个简单话说 就是 妄想分别执着里面 发生的 你如果说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障碑 这个障碑就突破了 所以这就是科学家讲 在某一种状况之下 他那某一种状况之 状况 他不晓得 佛法将得清楚 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你有妄想分别执着 本来没有空间 就变成有空间 本来没有时间 就变成有时间 所以时间空间 这个都是现代科学里面所说的 不同围次的空间 大家知道 不同围次空间 是非常非常复杂 他知道有 肯定是有 肯定有 这个不同围次空间里面 都有生物 但是现在就是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 科学在研究 宗教里面 几千年前就突破了 如果我们要是讲 这个世间最古老的宗教 就是婆罗门教 这是现在大家都肯定的 婆罗门教 就是印度教的亲身 比佛教早得太多了 我跟他们接触 新加坡成为信度教 印尼也称到做信度教 我去访问过 拜访过他们 那根据他们的传说呢 他的历史有一万多年 世界上 一般公认的 承认他有八千五百年的历史 那比佛教常多了 佛教就是用中国 古大德记载的 今年也不过是 三千零二十几年 那么他至少有八千五百年 那么他说他有一万多年 我们能相信 因为印度人不重视历史 六道轮回 所以只说是婆罗门教的 这根据什么说的呢 他见到了 他怎么见到呢 就是把妄想分辟 这种方向 这方向叫禅定 所以宗教里头 用禅定的方法 托破 这就是科学家今天讲的 在某一种条件之下 宗教里头 这某一种条件 就是禅定 定功越深 你托破的层次越多 我们拿佛经商 最常见的话来说 阿罗汉能够 突破五百十 超过五百十 阿罗汉就不行了 他就看不到 那么菩萨的能力 菩萨层次不相同 舍住 舍心 舍回向 舍地 地位越高 突破的层次越广 时空都能突破 菩萨门教 能突破的 在佛法里面讲 范围并不是很大 仅仅突破六道 六道之外 他们知道 那么六道之外 你看大臣经里面 常说的 声闻 圆寿 菩萨 佛 就是他们知道 他只能知道天 天 有二十八层 欲界六层 四层十八层 无四层四层 他的定功 能够达到 飞翔飞翔出天 无四层最高的那一层 再就不能突破 这个就是科学家讲的 在某一种条件之下 科学家现在想的 他是从数学 从理论上知道 但是现在技术 不知道要用什么技术 才能够实行 可是在佛法里头 在宗教里头 几千年前 就有人突破过 把突破的那些情形 给我们说出来 六道是这么传下来的 但是他对六道 知其当然 不知其所以然 为什么会有六道 这他就不知道了 释迦牟尼佛 大慈大悲 出现在这个世界 他不出现在中国 因为中国人 没有这个境界 没有这种禅定功夫 他用不着出现在中国 他出现在印度 印度修行人多 得禅定的人多 换一句话说 这个定里面的境界的时候 统统能先去 佛出现在那个地方 为这些人 讲解人说话了 就是教导他们 把六道所以然的 为什么会有的 跟他们讲解 这他就开悟了 恍然大悟 能帮助他们 再向上提升 所以诸佛菩萨 在中国实现 那就实现为孔子 实现为孟子 世间神仙 你只有这个层次 印度确实比中国高 也就是 他们用禅定的方法 在中国的时候 还没有 没有人会用这个方法 以后 中国道家 也用这个方法 也能够突破 但是 没有办法超越 轮回 我们知道 道家所讲的神仙 还没有离开 预界天 能够超越 预界到色界天的 那几小数 这是说 今天科学家 已经知道这个讯息 时空是患有 不是真有 那么第三个发现呢 那就是讲的物质 物质怎么来的 现在科学家说 物质确确实实 无中生有 跟佛法讲的 越来越近 无 无不是真的无 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不如行经上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是物质 那么空呢 空不是物质 它有 它能变成物质 那就这个空的意思 就是现代科学里面讲的 能量 能量不是物质 所以我们六根 人接触不到 人接触不到 利益看不到 耳听不到 鼻闻不到 学长不到 身接触不到 心也想不到 我们这个六根呢 对它都不起作用 都达不到 所以叫它做空 这个空不是我 它是有 它能现 幻生 就是它能变成物质 那变成物质呢 我们这六根都能接触到 它变成物质 存在的时间是瞬间 这个科学发现 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境界像呢 就是能量变成物质 是物质的相续相 要知道所有一切法 都是刹那生命 这个我们在前面 讲得很详细 这叫四世真相 你要真正了解 通达四世真相 你才能真正放下 你不会再执着了 放下 放下对于一切现象的 想法 看法 分别 执着 想法 看法 就是往下 你再不会想 你肯定 你承认 金刚经上所说的 凡所有想 皆是虚妄 虚妄 不什么有 他有 虽有 他不是真有 刹那生命 你的心是定点 六根 结束 六成 境界 他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这就是 祝福如来 这就是 法身 菩萨 那么我们看 就是现在 科学家所发心 再看这首记 你就很好懂了 深入 无数界 这是讲时间 过去 再过去 过去一万年 过去十万年 过去百万年 过去亿万年 怎么样呢 借习到冰安 那这时间没有了 他在习 所以这首记里面讲的时候 叫 念节 愿容 一念 你其量分别执着 他可以变成无量节 你把妄想分别执着 一段的时候 无量节就变成一念 时间 空间的真相 如是 所以 无量节 一念 一念 无量节 这个才叫 真相 八百 众生 迷了 不知道 是真相 在现象里面 无缘无故 生其妄想 分别之处 就造成了 这个现象 造成这个 时间跟空间 这种幻想 佛菩萨 硬化在其中 佛菩萨 通达明了 所以 永远在电中 他不受外面 境界干扰 可是凡夫 不了解 四世真相 他受外面 环境干扰 心被 进转了 觉悟的人 他不会被 进转 他心 转 境界 这个事情 在距禁 这段期间 这差不多 将近也有一年了 我常常引用 日本江本胜 博斯 这个水的试验 来说明 这个试 现在一般人都相信 科学 科学 试验 来说明 这个四世 真相 所以近年 我到日本 岗山 开会 特地到东京 去看 江本胜 博斯 去参观 他的实验室 听他的 研究报告 那么他 这个过去 这个一年的研究 这是最新的 第三本书 这报告出来了 他已经 记在我身上 我这两天 看他这个东西 首先说明 这时间 连接 渊柔 那么这个境界 在华言里面 称为 不思议 卸脱境界 这一句话里头 最重要的 就是不思议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不容易懂 这三个字 真的要懂了 你就入境界了 你看 不思议 卸脱境界 只要你不思议 卸脱境界 就是四世真相 他就卸前了 那我们今天 麻烦着呢 我们就是有思 就是有意 思是什么呢 你想象 意是说 你讨论 你想象 你讨论 全都错了 全都变变值了 你如果不思议 你如果不思议 不思议 就是我常常讲的 不起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知足 这四句 就是不思 不思议 意义是什么 没有讨论 言语道断 心形出灭了 哎呀 四世真相 就在眼前了 一切诸佛所振得的 佛经上 说一个名词 叫一振法界 华严经 叫华藏世界 净土里面 叫极乐世界 在那里 就在先前 只要你不思议 你一思议 这个境界就没有了 就像江本圣博斯 试验这个水截净一样 他有没有看到 这个水电 那个真正 那个美的样子 没有见到 试验了十年 他还是没有见到 他今天所见到的 是我们有思有意 那个善跟不善的 这个境界 我们有好念头 哎呀 他变得好美 我们有不好的念头 他变得好丑 他只能看到这个 如果说不思议 那个境界的时候 因为他自己本身做不到 所以这个水的接近 在不思议的接近 你永远看不到 水接近在不思议境界当中 是极乐世界的 佛经里面讲的 切保持八功德水 所以我跟江本圣博斯说 我说你要加深实验 要把这个境界 为什么呢 佛经上讲的水有八功德了 八功德里头 色深香味 你现在只看到色 深香味 没感觉 没没出来 它有阴神 它有香 它有味 极乐世界 切保持里头 八功德水 跟我们现在水没有脸呀 不思议境界的时候 这个水就是八功德水 你只要加上有思议的话 这个水就变质了 就这么一回事情 现在时间到了 将来 点不 travelling 点不挽 刀 点不信